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979集 在省建院不仅要有熟人 熟人还得是管分房的领导 毛国胜顾不上去想笑不孝顺的问题 夏小兰随口就要给二老换房子 口气这么大 想必在省建院是有门路的 看着毛国胜隐隐期盼的目光 夏小兰摇摇头 啊 这个不敢扯谎 我还是第一次来航程 省建院就更不熟悉了 维尔认识的就是老师和毛哥了 毛国胜的失望显而易见 还有一丝不悦 他这人在单位不受重视 也不全是毛康山的连累 本身能力不够 手腕也不够 除了和亲爹生闷气 不知道替自己争取 就算把宁燕凡换给毛国胜当爹 他估计也不会过得有多好 夏小兰暗暗摇头 毛老师这儿子是怎么一回事 连毛老师的血性都没有 毛康山一抬眼皮 小兰说的不一定是省建院的房子 我知道你是好心 想给我和你师娘换一处条件更好的住所 你这份孝心我成情 但省建院的家属院 你师娘住了大半辈子 不见得愿意奔 房子倒是有 现在都八五年了 政策早就松动 只要花得起钱 在航城肯定能买到合适的房子 不仅是京城有四合院买卖 在航城也有返回的祖产 毛康山手里还真有一笔钱 只是他不愿意动 可他更不愿意夏小兰花太多钱 他捡这个徒弟回来 又不是拼命载徒弟的 夏小兰恍然大悟 这倒是我没有考虑好 不过师娘不愿意搬离省建院的家属院 我也能尽力想想办法 把您二位的房子往楼下换一换还是行的 一楼怕光线暗 也怕蛇虫鼠蚁太多 二楼吧 二楼正合适 听见夏小兰一条条分析 替毛康山老两口的居住环境打算 毛国上脸红的像猴子屁股 屁股撒了一大把钉子戳得疼 让他坐不住 爸 三楼才是单位分给你们的 不用麻烦小夏了 我们还是把房子换回来吧 他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 总觉得夏小兰句句话都是挤兑 毛国上也是要脸的 他这个当儿子的坐着 却让夏小兰尽笑 说不过去啊 只是他现在一时冲动 说要把房子换回来 回家后两口子肯定要闹 郑书琴的脾气 毛国上哪里不清楚 可他都硬着头皮把话说出口了 也只能这样干 夏小兰心想 这个毛国上倒还有抢救的余地 一到毛老师家 那股憋着的不舒服 总算散了一点 毛哥 你不用换房子 我说话没别的意思 郑姐不是说了吗 房子是师娘体恤 你家人口多主动换的 既然都住习惯了 现在又换多麻烦 我说给老师和师娘换房子 我会想别的办法解决 航程省建院 她是没熟人 可就在大半个月前 她连毛老师都不认识呢 可见熟人都是储出来的 夏小兰从来不怕和人储关系 人活在世上 还能一点不求人了 有求有语 一来二去不就熟悉了吗 毛康山脾气死倔 夏小兰也是认准个目标 就一定要达成的 她没有傻到撞了南墙都不回头 瞧见南墙了 除了一头撞上 还能想想法子 把南墙绕过去吗 这样脾气的两个人撞到一起 并没有宁艳凡想的 会星撞地球 火星似箭 暂时性 还是夏小兰占了上风 谁叫毛康山先忍不住 主动说要收夏小兰当徒弟呢 以后就说不准了 毛康山害怕连累夏小兰 夏小兰想的却是 师徒俩联手大杀四方 她要拿毛康山的好处 就会当毛康山市长辈孝顺 被夏小兰孝顺过的长辈 哪个不说她的好啊 女奶奶硬邦邦的像石头 不也被她误热了吗 夏小兰想对谁好 真是挑不出一点毛病 也非常难拒绝 处处都是替人着想 别人能想到的 她都会做到 别人自己都想不到的 夏小兰也能看在眼里 当成是要紧吃饭 这是她跑销售锻炼出来的油滑 却又不仅仅是油滑 懂得讨好客户的销售那么多 为什么是夏小兰混出头 她的油滑是和真诚 掺和在一起的 能演一时的是戏 能演一世的 假的都成了真 再说 真真假假的并没有那么重要 和夏小兰交好的人 日子都是越过越好的 毛家这里只是个开始呢 以后毛康山的感触会更深 毛国胜被夏小兰的一个提议 搞得七上八下 那是房子啊 多少人工作一辈子 就是为职称为房子 在夏小兰嘴里轻飘飘的 就像是换件衣服 口气咋就那么大呢 吹牛吧 可万一不是吹牛呢 毛康山压根没同意 就任由夏小兰剃头担子 一头热的闹腾 把正式谈好了 在西湖边上吹吹风喝茶 的确很惬意 就是毛国胜也难得 享受一回这样的日子 没有鸡毛蒜皮 没有东家长西家短 这个小夏还真懂得享受 五点多的时候 夏小兰和毛康山 先去了延安路的饭店 葛剑去接宋大娘 厚脸皮的郑舒秦 一步一驱跟着 夏小兰也没生气 多一个人吃饭 也就多两个菜 她并不缺这点钱 但她对自己老师和师娘好 那是心意 别人要来算计 伸哪只手 夏小兰就会剁哪只手 出这点小钱吃饭 是给毛老师面子呢 毛国胜良心未民 就是人挺窝囊 郑舒秦脸皮太厚 对老人不是真孝顺 夏小兰心里都有数 嗯 这里的东坡肉 做得还没有师娘 手艺地的 老师 您尝尝这道龙井虾仁 饭桌上 夏小兰玲珑八面 把宋大娘哄得直笑 这样的热闹 宋大娘真的很久 没有感受过 等吃完饭 夏小兰甜言蜜语地说 请她和老毛去京城散散心 或者去鹏城看看海 住上一段时间再回航城 宋大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神的时候 已经答应了夏小兰 诶 她家老伴为啥不太高兴啊 难道自己不该答应 宋大娘赶紧往回找补 不行不行 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 哪儿走得了那么远的地方 小夏 你的心意 师娘心灵了 京城和鹏城 我和你毛老师都不去了 毛康山心酸得很 去 就听小兰的 去鹏城看一看 之前有一家单位 想请我当顾问 我没同意 这回啊 正好跑一趟鹏城 古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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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兰的